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问一下江医师 深海鱼类 譬如说雪鱼、鲑鱼 听说重金属都很多 不太适合食用 还是说只要避开鱼皮 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呢? 这一点倒是绝对不只是鱼皮 鱼皮还量比鱼肉高 可是深海鱼里面包含 鲨鱼、鱼、鱼、鲑鱼、鲑鱼 这几种鱼本身 鱼肉里面的拱都超量 第二个问题是鲑鱼的问题 鲑鱼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基督上会产生 重金属累积的鲑鱼 是指国王鲑鱼 叫King Sammo 根据我查过海关的资料 台湾从来没有进口过国王鲑鱼 第一个因为它有点量少了 第二个它价格非常贵 所以台湾从来没有进口过 所以本身们在台湾是不需要担心 买到国王鲑鱼 所以那些刚才讲过那四种鱼 其实你要小心 那雪鱼当然不是美食的问题 雪鱼被报告是用北海的雪鱼 就是北大西洋的雪鱼 有供含量高的问题 那你们如果找到阿拉斯加的雪鱼 是干净的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台湾在市场上买到的雪鱼 有拱的问题 那真雪 北大西洋的真雪 就会有拱的问题 那大家很熟识的像 政府以前只要办的鱼鱼祭 里面的黑鱼鱼 鲨鱼其余这个东西 拱就确定一定会超了 那我们才尽管他 那我们陆平台的空间 来看看 你不是要不要